距离这就是街舞第五季总决赛已经只剩一天了 回望之前对于总决赛的期待 如今终于要得偿所愿了 都说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此前就有消息 王一博与伴舞们熬夜排练 还给他们买冰美食喝 这也足以证明了 王一博在决赛跳的这支舞难度有多高 他们还需要更加完美的磨合 第二天就是检验成果的 临近上场 自然还要再练练 因为是彩排 战姐们自然不可能录制视频放到网上来 否则就是提前泄露舞蹈片源 这对即将上场的舞者 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在战姐们的镜头下 王一博穿着上灰下篮的装束 与旁边的舞者都是一样的 与日常在舞台上见到的王一博不同 彩排中的王一博未曾上装 也没做造型 完全素颜出镜 而且状态那是相当不错了 但只不过因为头发没有喷定型 所以当他随着舞步走动时 他的头发也就不由自主地晃动 经他自己的一番蹂躏 直接炸毛了 为了解决这个苦恼 王一博也是拿出了自己的杀手剑 那就是毛线帽了 似乎在任何时候 即使穿着一样的衣服 有着同样的打扮 王一博都会是最亮眼的那个 即使没有做妆发 即使素面朝天 他依然可以在一众人群中被牢牢锁定 可以在明知湛姐到来之时 不化妆出现 王一博那是真的对自己颜值相当自信了 而且事实如此 扛住了湛姐们的高清摄像 化了妆的王一博 看起来清冷不好接近 还增加了年龄感 但素颜的王一博 真的看起来软软糯糯的 真有种未成年的记事感啊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从八月份开始 历史两个月 如今那是终于来迎来大结局了 王一博作为前两季的冠军队长 今年是否还能延续佳话 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 但竟然是听天命 有时候 只要自己努力就好了 而王一博为这次的总决赛所付出的努力 即使没有亲眼看见 可舞者们所言 大家皆有听闻 熬夜排练更是家常便饭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 相信他们已经足够优秀地完成了自己的表演了 王一博